11月21日,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见证下,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和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的修订协议,简称SIPA服贸修订协议。 签署双方均表示,本次SIPA服务修订协议加强了香港与内地合作,为香港企业带来更大商机。 本次修订协议将于2020年6月生效,更新了自2016年6月开始实施的SIPA服务贸易协议下,关于开放和便利服务贸易的承诺,进一步降低香港企业和专业人士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槛,以响应香港业界期望更多参加内地市场发展的建议。 协议梳理汇总了自2015年SIPA服务贸易协议签署以来,内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最新的开放措施。 结合香港业界提出的开放诉求,在金融、法律、建筑等多个领域,取消或降低了对香港服务提供者的准入门槛。 放宽对自然人流动、跨境交付等服务贸易模式的限制措施,扩大相关专业领域人才资格互认的范围,为香港人士在内地职业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陈茂波表示,SIPA修订协议涉及金融、法律、建筑及相关工程、检测认证、电视、电影、旅游等新增开放措施。 例如,支持内地保险公司来港发行拒债债券,两地律师事务所合伙联营时,取消港方最低出资比例限制。 香港检测机构可以与内地指定机构合作进行产品检测。 内地电视台、视听网站和有线电视网可以不受限制引进港产电视剧和电视动画。 香港与内地合拍影片,在主创人员、演员比例及内地元素不设限制,并取消立项申报管理费用等。 世界各地的服务企业都希望能进入内地市场争取商机。 香港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不少香港服务行业都拥有突出的国际竞争力。 新的协议给予香港业界比其他的外资更优惠的待遇,我们会用好这一个先行者的优势。 特区政府为进一步协作香港的企业把握这些商机。 据了解SEPA服务修订协议,也有一些在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九市先行先市的开放措施。 在旅游服务方面,优化由香港入境的外国旅游团进入租三角地区和汕头市,停留144小时免办签证政策,增加入境口岸,扩大停留区域。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